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考点是一个B级考点 也就是选择题里面经常容易出题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考点包含六部分的知识 分别为基层的要求以及基层的处理 防水转材 防水涂料它的一个施工具体要求 其他相关的要求以及最终的桥面防水质量它的一个验收 看一下近五年来它的一个考题 在17年考察到了一道单选题 18年考察到了一道案例题 分别分之为1分和5分 桥面它的防水直接关系到桥梁 它的一个使用的时间长度 桥面防水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去进施工 第一种是采用防水卷材去进防水 另外一种采用这种防水涂料去进行撒布 在防水卷材施工的时候 它又可以分为两种施工方法 第一种可以采用这种冷沾法 直接在卷材上面撒这些沾接材料 直接将卷材沾接到基层上面 另外一种方法叫热溶法去进施工 直接将防水材料的下部去进行一个溶溶之后 然后铺贴到基层上面去 这是防水卷材的两种施工方法 另外我们再来看防水涂料它的一个撒布 这种防水涂料进行撒布的时候 防水涂料进行撒布的时候 为了增强它的一个防水性 可以在防水涂料里面加入这种胎体增强材料 通常是这种土工材料 土工隔山等等 可以去进行铺设 或者铺设之后再进行涂料的一个撒布 增强它的一个防水性 我们再来看基层的它的一个基本要求 这个防水材料 它是粘接在这个基层上面的 所以说呢 基层的强度要满足一个基本要求 对吧 应该要达到设计强度的80%以上之后 才能去进行后续的防水的一个施工 在施工的过程中 像防水卷材施工有哪些要求呢 通常它是先将一些边边角角这些地方 容易漏水的这些地方 先施工完成之后 像这些转角啊 节点啊 排水口这些部位 先局部进行处理完成之后 再去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施工 或进行铺贴 这是做这些转角 排水口的部位 做完之后呢 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么一个铺设 防水卷材施工的时候呢 对环境和温度 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这个环境 卷材施工的时候 温度应当要高于5摄氏度 是吧 基层表面的温度呢 必须要高于0摄氏度 过低了的话呢 它粘接效果呢 不是很好 下雪 下雨 风力大于5级时 会严重的影响它的一个铺设质量 所以说是严禁进行施工的 在防水卷材施工的时候 卷材它的一个铺贴都不能超过三层 并不是说铺的层数越多 它的防水效果越好 因为将来这个防水卷材上面 它还会有一个路面层的 也就是桥面的一个铺装层的 将来这个桥面铺装层 如果说卷材过厚的话 这个桥面的铺装层 它直接在卷材上面呢 就会容易造成卷材的一个松动 造成一个错位 它和下面的这个基层呢 就连接不够好了 所以说不能超过三层 大街街头呢 应当要错开50公分以上 看到没有 这是两个大街街头 因为防水卷材 它都是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 这个长度 大街宽度呢 大街长度呢 错开50公分 在道路的横向 是严禁有通缝的 对吧 像这种 不能有这种通缝 这种做法呢 是不可以的 事故的过程中 卷材的展开方向 要与车辆的运行方向是一致的 对吧 比如说行车方向是这一个方向的话 那么呢 就由这一头往另外一头 去进展开 好 展开的时候呢 横向 应当由低处向高处去进展开 通常是不是中间高两面低啊 那么呢 由两侧向中间去进展开的 去进铺设 铺设的时候呢 注意高处卷材 应当压在低处卷材上面 采用高压低的一种方式 这是所有卷材内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 高压低 我们再来看防水涂料 它的一个施工 防水涂料 直接采用的这种机械去进行洒布 洒布的时候呢 可以呢 采用多层 它的一种洒布方式 去进行洒布 也就是说同样呢 对于天气环境要求呢 有要求 雨天雪天 风力大于五级时 是严禁施工的 多层施工的时候呢 要保证它的一个固化时间 也就是说 在前一层 它必须要干燥 沉膜之后 才能进行后一层的施工 这和我们混凝土施工不一样 对吧 我们说混凝土呢 施工要在出零之后 出零之前 下一层混凝土呢 要及时进行交注 但是这一个 是先前一层干燥之后 才能后续的进行后一层施工了 一定要注意 施工的时候呢 这个防水涂料 防水层的收头 也是端部的地方 可以采用防水涂料多变 去进行涂刷 对吧 保证端头呢 不漏水 也可以采用这种密封材料 去进行封盐 好 在进行防水涂料 施工的时候 为了增加它的一个连接力 增加它的一个防水效果 可以呢 采用这个胎体材料呢 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增强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在进行这种胎体增强材料 去进行铺设的时候 有一个具体要求 顺桥方向去进行铺设 对吧 从低处向高处进行铺设 采用高压低的这种方式 来去进行搭接 好 上下层之间的沿径形成 这个通缝 搭接的部门呢 沿径形成通缝 缝隙呢 要错看 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对吧 基本的处理要求 在防水涂料施工的时候 也是先进行节点处理 上面级的一个徒步 先局部再整体去进行施工 如果说你先将整体施工完成之后 这些防水 这个雨水口啊 边角的地方 那么那就不好处理了 对吧 处理起来呢就比较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 16年的一道整体 看看这是如何来进考察了 所以关于桥梁 防水涂料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项 防水涂料配料时 可以参入少量结块的涂料 很显然这说法就错了 你材料都结料了 结块了 说明你这个材料 性状都发生改变了 那么有可能这个质量 就是不合格的 不可以 B 第一层防水涂料完成之后 立即进行洒布第二层涂料 这不是混凝土的一个施工 对吧 不需要等它出零 必须要等到前一层材料 干燥 成膜之后 才能后一层材料施工 C 防水涂料防水层内 设置的胎体增强材料 因顺桥面行车方向 进行铺贴 非常正确 由低向高 那么高压低 这个原则进行铺设 防水涂料施工的时候 应先进行局部进行徒步 然后再进行大面积进行铺设 对吧 好 进行大喊C 好 我们再来看桥面防水质量的一个验收 有哪些要求呢 第一个 混凝土的一个基层 涂料呢 卷材也好 它都是铺设在这个基层上面和基层进行连接的 所以说基层混凝土它的检测主项目有哪些呢 第一个 含水量 含水量不能过高 其次呢 要有一定的粗糙度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进行连接的上去 再就是平整度要好 对吧 不能高低起伏 一般项目呢 是外观质量 是吧 注意一下它的主控项目 有一年案例题就考察到了 它的一个基层前面检测的主项目 是吧 含水率 粗糙度和平整度 我们再来看防水层它的施工有哪些要求呢 这个防水层铺贴的或者说撒布的 是吧 防水材料到现场之后 要进行抽样检查和现场施工的一个 可以采用现场施工的检查方式去进行检测 防水层现场检测 它的主控项目检测哪些呢 第一个 是不是检测它的粘接强度啊 粘接强度 第二个呢 检测它的涂料的厚度 这都是对防水效果产生影响的两个因素 所以说就是主控项目 一般项目也是它的外观质量 有没有受污染呢 有没有开裂呀 以及它的一个铺贴是否平顺呢 这都是一些外观质量检测的项目 再来看 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 用防水涂料或者说防水材料 上面是要进行面层的一个铺装的 如果说采用的是逆氢面层的话 那么将来逆氢是在热瓣热铺的景象下 去进行铺设的 它的温度是不是比较高啊 通常可以达到150、160度左右 那么这是改型逆氢的 我们前面学过 那么呢 在铺设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运输到现场的这个逆氢的温度啊 是要进行检测的啊 其次你铺设的这个防水卷下面是防水卷材的话 那么呢 它的防水卷材的温度呢 它的耐热度呢 要高于这个逆氢铺设的温度 10到20摄氏度 刚才呢 口误 对吧 我们说铺 摊铺温度应该高于防水卷材 它的防水层耐热温度20到20摄氏度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要求呢 那是因为通过高温的逆氢呢 它可以将防水卷材表面呢 去进行一定的融化 它可以使卷材和铺装层更好的连接在一块 所以说它要比它的耐热温度要高 但是如果说 但是呢 也要低于170摄氏度 对吧 不能过高 这个逆氢摊铺的温度不能过高 如果说你采用的是这一个涂料去进行 上面呢 铺设这个逆氢混合料面层 将来这一个涂料的它的耐热温度 是要高于这一个摊铺温度10到20摄氏度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涂料呢 它是薄薄的一层 如果说它的耐热温度过低的话 逆氢混合料直接将这个涂料呢进行烧穿了 烧穿之后它就起不了防水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的耐热温度要比 逆氢混合料铺设的温度要高 10到20公分 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那我们看这一道题 关于这一部分是若瑶进行考察的 说进行防水层施工前 混凝土基层检测的主空项目是哪一些 基层的检测主空项目有三项 含水率 粗糙度 平整度 这是它检测的项目 对吧 正确答案呢是BCD 正确的显示BCD 那么呢 维持外观质量是一般检测项目 一般检测项目 对本考点进行一个小节 第一个 基层要求 那么呢 强度呢 要低于80% 防水卷材在施工的时候 对环境 对气温要求比较高 对吧 好 基层底部的温度 不能低于0摄氏度 然后环境温度不能低于5摄氏度 雨雪天气5级的时候 风力 然后呢 严禁施工 严禁呢 在施工的时候 形成横向的一个通缝 在涂料进行施工的时候 可以多变徒步 然后呢 前一变呢 干燥成膜之后 再进行后一变的一个施工 基层它的主空项目有 含水率 粗糙度和平整度 那么在防水层现场检测的 主空项目有哪些呢 好 连接强度和涂料的一个厚度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要求 本次课程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